我們從今天早上的 藍白雙方陣營召開的記者會 公佈這一次的整個民調的結果 當然如大家所預期的 大概就是藍白河的這個議題 到目前來講是處於破局的狀態 當然雙方都表達就是說會努力到最後 尤其是柯文哲也表達了 到最後不輕言放棄 換句話說在25號正式登記 24號登記之前 大概藍白之間的合作關係都有可能 為什麼這個結果其實在昨天我們看到 各家的不管是政論節目或是媒體的報導 大家都不看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整個的這個 藍白這個合作的六條這個協議裡頭 其實就是充滿不平等的這種關係 所以如果要去執行的話 基本上我想很多媒體像王偉漢等等都已經預測了 結果出來大概就是侯友宜為政 柯文哲為父 所以我們也看到包括柯市長鎮宜 昨天一系列的這樣的一些動作 包括就是接受媒體的採訪 然後這個洛列 然後你看看那個黃珊珊副市長 還有這個柯文哲的妹妹 還有她的家人 她的太太 幾乎是一致性的這個表達 如果是當副的 那乾脆就不要選 那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從我們整個來判斷的話 我比較相信 這個就是應該是 原先柯正雲裡頭 已經把這樣的一個情形有預先的算計在內 所以後續的這一連串的 一直到今天早上的宣布暫時不合作 但是會繼續努力 這個事實上就是我覺得是 柯文哲陣營在策略應用上非常成功 那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 其實藍營的這個桃園是前立委 這個陳學勝 老早就已經提出來 這個藍營要非常小心 就是柯文哲他談談打打的 打打談談這樣的一個策略 其實跟國共內戰時期 這個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談判 整個過程是非常相像的 那相像的原因不僅僅是說策略應用相同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陣營還是最大的苦阻 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希望能夠整合成功 就像當初這個國共內戰 國民黨也希望共產黨能夠真心的 跟國民黨能夠來合作 那希望能夠合作的 他當然在整個談判的過程裡頭 就要不斷地釋出善意 那這樣會在談談打打的過程裡頭 不斷地耗盡國民黨陣營的動能 所以最後其實是有利於柯文哲的 白銀民眾黨陣營的 這個怎麼來講呢 你看看這一次導致就是說 雙方沒有形成共識 最主要原因就是歸咎在 整個選舉的統計的方法上面 那我們了解 基本上你了解統計的人都知道 這個所謂的正負3%在95%的 這個信心這個指數指下 事實上這個不代表讓多少的問題 這個是代表就是說 你抽樣的這一些1000多份的這個樣本 它具不具備代表全台灣 所有的這個投票選民 這個母體樣本 那正負這個3 這個本來就是統計學裡頭的 這個我覺得是基本知識 那突然之間 這個民眾黨提出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話就讓了6%應該改成是1.5% 那我們知道整個6家的這個 整個的一個民調的結果 正負3%跟正負民眾黨主張的1.5% 那就會造成就是說 你在這個整個結果的判定上面就變成 民眾黨的1.5%的話 那就是有3比3 雙方拉成平手 那如果是 就是原先我們正常的這個統計學的3%的話 那當然就是侯友宜 這個為政 但是這樣的一個爭議 其實是可以 這個一先就可以處理的問題 只是我們現在必須回過頭來看 那個為什麼這樣的一個策略應用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半豬吃老虎 怎麼說呢 我相信國民黨太過自信 那這一次的整個的這個 雙方協議的一個6點條件來看 其實對民眾黨本來就是非常不利的 那柯文哲在這種狀況之下他接受 接受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幾天所有的這個焦點幾乎都集中在民眾黨的身上 那策略上他是對於民眾黨的這個整個聲量 從原先徐春英事件以來 這個逐漸的這個下滑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跟國民黨的合作呢 他整個有起始回生的這個效果 而且他現在把這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誤差範圍正負3% 操作為是民眾黨要讓國民黨6% 這個在形式上 事實上也是佔盡了便宜 為什麼呢 這個形容國民黨就是距離民眾黨就是至少有 你看看 第一個這個侯振營沒有信心 要求這麼大的一個讓步 那第二個就是說讓了6%了 那還有這樣的爭議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柯文哲的民間的底氣是非常強勁的 那我覺得現在雙方包括就是說 侯振營也被問到外印今天破局的話 那國民黨可能就是這個 會改變策略 採取這個主戰的這個態勢 那就會檢驗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的所有的這一些施政 那因為現在是南營的市長 所以相信可以對這個柯市長造成衝擊 那這樣的一個藍白的一個暫時的妥協 其實對這個柯振營來講 其實他就佔到了至少這一段時間一直到24號 國民黨還不敢輕易的發動對於民眾黨的這個攻擊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看到這段時間 包括藍營的一些非常資深的這一些這個黨員 包括像邱復生就要求直接要求這個侯友宜應該是要退嫌 這樣的一些動作其實對於這個民眾黨來講 等於是不斷的加分 尤其是當這個馬英九前總統提出這個支持全民調 然後繼續的你看看南營的這一些 具有這個實屬影響力的這一些人物紛紛也表態支持 這個對民眾黨來講尤其是柯文哲已經視為的 逐漸視為的這樣的一個支持度 等於是起了非常大的一個起始回升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藍白和今天的一個暫時破局 可以說到這個等於整個的主動權又回到柯文哲的手中 那這個整個態勢對於這個 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時間拖夜久 這個侯友宜陣營的這個動能主動性會逐漸的喪失 而且透過這一次的這個藍白和的這個破局 其實所有的責任壓力反而都回到南營的身上 你訂定了不平頂的條約 然後再加上激起了你看看這個民眾黨 激成民眾的這個高度的這種危機意識 而且群群激憤 這個動員能量它的潛力幾乎在這一次的這個 藍白和破局裡頭被激發出來了 所以看到未來這幾天大概整個的聲量 大概也都計較在民眾黨 究竟柯文哲他最後的這個決定 所以所有的媒體的主導權 完全又回歸到柯文哲的這一邊 那這個也就是第一個 他削弱了南營的這個動能 還有他的這個士氣 那另一方面他則是淹沒了所有這個綠雲 包括這個賴清德這個副總統 或者是跟蕭美琴 是否成為政府總統的這一些 相關的這一些訊息 完全被碾壓式的嚴幹 所以這一波的這個整個的策略的這個操作 我相信的確是標準的 半豬吃了老虎 本來以為是國民黨佔盡 賠益 但是目前來看 從民調 從聲量 從策略的應用 還有從這個士氣的消長 我們兵法上有講 一鼓作氣 再而衰 三而結 那可以試想就是說 藍營在這種狀況之下 初初被動 所有的這個決定權 最後完全是由柯文哲來做決定的這個 情勢繼續發展下去 我相信這個對於這個侯友宜被邊緣化 這個是遲早的事情 那本來如果開戰的話 這個藍營大概也是要操作氣保 因為從藍白這個核的這個議題 重新炒熱之後 那再加上這個侯友宜的這個支持聲量 有明顯的增加 這個就是我們講一鼓作氣 整個藍營的士氣是回來了 但是不要忘了 經過這一次的藍白破局 暫時的破局 整個的士氣會像消了風的氣球一樣 內部的這個反對的聲浪 分類的狀況 這個主戰組合的這個爭吵會更加的激烈 換句話說對於民眾黨來講 成功的更加的弱化他的這個主要的競爭對手 那另外我們看這樣的一個破局 其實又跟他這個跟郭台銘未來的合作 又這個等於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充滿了無限的想像 那換句話說 郭台銘本來如果是今天藍白合了 他就被邊緣化了 那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前幾天有預判說 如果今天合了 大概郭正銘可能會宣佈退選 那事實上你看這樣的一個操作 讓這個民眾黨不但削弱了這個 侯友宜陣營的這個氣勢跟士氣 同時又吸納了郭台銘陣營的這樣的一個 可能合作的支持能量 所以怎麼來看昨天的這一些掉眼淚 這一些真的就是我們講就是打悲清白 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有效 那這也可以回過來說明為什麼說 這是一個民眾黨非常成功的一個 選舉策略的一個運用 因為本來大家都以為是不是有中國介入 然後柯文哲他有重要的把柄 被對手陣營給掌握 但是從今天的破局 這一些所有的這一些想像空間 大概就是一掃而空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他真是有什麼重要的把柄在手裡 那今天應該就沒有破局的空間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原先這個會談出來之後 柯主席的這一些表情肢體動作 其實就在預賣今天的一個蹲下去之後 再要取這樣一個更大能量的一個號召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後續來看 我覺得就是說雙方合作的空間幾乎已經是沒有了 不管是從實質的程序 這個雙方能夠認同 或者是說怎麼樣形成一個公平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雙方能接受的民調機制 這個大概都沒有了 現在剩下的大概就是說 究竟能不能透過談判的手段去讓對方願意投降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困難的手段 問題就是現在我覺得不管是白民眾黨或是國民黨 現在雙方我們可以看到最後剩下的就是操作棄保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操作棄保要有相當的這一些條件 要有底氣而且要有壓倒一切的這樣的一個勝利希望 那牌幾乎現在來看都已經掌握在這個柯文哲的手上 特別你看國民黨跟這個郭台銘陣營這邊幾乎合作的可能空間幾乎是贏 但是柯文哲跟郭這邊的這個郭陣營的合作 確實充滿著想像的空間 所以這個一消一漲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局從今天的這個整個破局的這個結局來看 這個民眾黨是大大的加分 反而國民黨在這一次原本是預料說可以獲得重大的一個士氣的提振 那所以講期望越高 那反而這個受撤的這個心情壓力會越重 那所以未來這幾天我相信就是說 整個的這個媒體會還是聚焦在柯文哲主席身上 那這個對於目前民眾黨剩下的這個 我們講就是說操弄這個所謂的這個氣保效應來講 是比這個侯友宜要操弄氣保效應 我相信這個民眾黨已經站在這個不敗的這樣的一個高處 反而是現在國民黨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怎麼樣重新拿回主導權 這個就是侯正營當前最需要去思考的重要議題 那另外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現在後續在值得觀察的就是 因為柯文哲這一次他也丟出了所謂的這個AIT 有關切的電話 那瞭解說是不是有中國介入選舉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知道這個議題現在在美國拜登跟拜習會裡頭的這個碰面 也是重要的美方的這個要求 中國不可以介入台灣的選舉 那可以看得到為什麼這個柯文哲要丟出這個AIT在關切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等於也是墊高 柯文哲現在他的整個的選舉的這個發展趨勢 變成是美中角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焦點人物 那當媒體問柯文 柯主席 也是全國民眾最關切的究竟有沒有中國界限的問題 那他大夫大家意料之外 竟然是直接說美國AIT有關切的電話問有沒有介入 所以等於是他把美國拉來墊背之後呢 避開了這個所謂中國有沒有介入選舉的這個議題 那如果我們看到本來民眾黨力挺的這個習春瑩 突然之間也宣布了這個婉拒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不分區的這個立法委員的這個代表 這個突顯了什麼 這個突顯了就是說 習春瑩所代表的中國因素 事實上在台灣是沒有任何的這個市場的 尤其他的議題被炒了將近一個月 柯文哲的民調降了大概5%左右 所以為什麼即時的止血大概也知道就是說 他不大能夠在整個選舉過程裡頭 跟中國這一方面的這個過往被放大或被強調 所以我們看出來他這一次也提到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如果再有這個污子他跟中國有介入 那導致他做這個整個最後決定的這個改變 他就是要告對方告到死 事實上共產黨的這種所謂談判策略裡頭 經常就是把他最害怕的這種條件類為什麼 他的最核心利益絕對不能碰的紅線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這個戒險因素 後續也是我們持續觀察究竟民眾黨 他在整個的這一次台灣選舉裡頭 因為美國既然已經關心了 相信中國方面當然也會 只是說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我們台灣的民眾怎麼樣去了解這一點 那民眾黨又怎麼樣去應對 中國介入支持民眾黨這一個選舉的這種 這個國外因素 這個是我覺得是最後 當這個民眾黨跟利雲 候選人最後的決戰 我相信背後也是代表著中國跟美國 兩大勢力最後的決戰點 對 以上 我們的選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